行車記錄器路下 賓士車行駛在路上 前方突然出現 圓形掉落物 在路上滾呀滾 從外線道滾到內線道 賓士駕駛嚇壞極煞 沒想到掉落物不放過它 滾著滾著越靠越近 駕駛再次靠左閃壁 嚇得一度停下 還差點擦撞護欄 不過掉落物似乎良心發現 放過駕駛消失在鏡頭中 仔細一看 這圓形掉落物的滾動方向 竟然和一般的不同 是往前滾而不是往後跑 懷疑是新竹風大吹動了桶子 這起B車糾紛 發生在台六十一線 南寮漁港附近 網友也要如何檢舉 掉落物的行為 更有網友建議 要檢舉惡意B車 還有人補充切換車道 沒打方向燈 甚至網友調侃 現在連桶子都可以B車 不過行駛在道路掉東西 會危害其他車輛駕駛 可依照道交法 除駕駛一萬二到一萬八的罰還 甚至可以掉扣駕照一年 上路前一定要再三確認 車上貨物是否有固定牢固 才不會害人又吃上罰單 記者和孟謙李宗澤 新竹採訪報導 我是陳怡榮 播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按開啟小鈴鐺喔